藝術的療癒這件事情是人跟人很直接的 靈魂跟靈魂之間的一個交流 療癒也好 或是帶給人快樂也好 幸福感也好 對我來說我真正的理念是想要 發揚到這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我目前的話是頂樓畫室的主力人 然後我畢業於復興商工 那以前的話我其實做過蠻多工作的 就是從大學畢業以來 就是一直都有接觸不斷不同的行業 服務業也有 然後當然就是跑課的老師也都有啊 每邊啊因為我本來就讀設計的嘛 每邊也有 然後或者是甚至是像幼稚人的老師等等的 對但是比較多的話都是在教學這一塊 但最後我發現就是 我最想要做的事情還是在繪畫這一塊 那我認為呢就是繪畫這件事情 它不只是繪畫而已 它除了就是可以帶給我們 比如說像是比較激動的情緒啊 然後或是可能讓我們的心情可以安定啊 靈魂可以放鬆之外呢 這些其實都是比我們想像的 還要更深的一些東西 對 因為我在小時候就是我記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大概五六歲的時候吧 然後那個時候可能只要有別人 就小朋友 可能親戚的小朋友啊 來我們家裡玩的時候 然後他們不跟我一起畫畫我都會生氣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蛤 你們都只想要看卡通 你們都不畫畫 但是到長大之後我才漸漸發現說 喔原來每一個人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那我是真的從小時候就非常非常喜歡畫畫 對 我自己其實在私底下做畫的時候 第一個我是非常非常喜歡用水性的顏料的 比如說像是水彩或是像是 呃彩色墨水等等的 因為我覺得水的東西 它其實是非常難控制的 你沒有辦法去預期說 喔它染出來會是什麼樣的效果跟顏色 對 但是當你真的創作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哇 它真的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往那邊流欸 然後水這邊往這邊暈開啊之類的 你就會自己也接收到非常多的新奇跟那種快樂的感覺 所以在水性顏料方面是我最喜歡的 那其次的話可能就是壓克力 因為壓克力的話 它也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質地是非常快乾的 它大概三分鐘左右就會完全乾掉了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不斷不斷的重疊 那它在不斷重疊的過程當中 其實第一個是你不用擔心你會畫錯 所以它也非常適合初學者那種 啊我不敢下筆的那種學生 那你不用擔心畫錯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媒材對我們來講 它就是一個非常紓壓的媒材 我過去蠻常 因為我蠻常做夢的 所以我過去是蠻常把我的夢境畫下來 因為我做的夢都是比較天馬行空 就比較像是有很大的殘除啊 然後或是可能在豬在天上飛之類的 所以我都會把這些畫就是紀錄下來 因為我有時候起來的時候可能都會忘記夢嘛 中間到底夢了什麼 但是我就把印象最深刻的夢境把它畫出來 那其次的話是我很喜歡畫我自己內心的樣子 就是可能我內心是很想下班的 所以我就畫我很想下班的那個樣子 或是下班後的我長什麼樣子 快樂的啊之類的 那我比較偏向於插畫的風格 我其實從你說中間的地方 就是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我覺得很煩 或是可能不想做這件事情的狀態 其實是沒有的 就是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我一直以來 因為其實我是出生在一個單親家庭嘛 那我媽媽她其實是不太管我的 就是她很開明的讓我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的個性是比較屬於 就是我是目標導向的人 所以我當我愛上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是真的就是愛上了 所以在我知道我想要畫畫的時候 maybe就是五六歲七八歲的時候 我就一直以來我做這件事情 都沒有任何的覺得倦怠 但是當然條件啊環境因素啊 或是你在學學過程當中那種 學某一樣東西的無聊感當然是會有的 因為當你要把一個東西畫好的時候 你必須要重複一直一直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才有辦法把它做的專精 然後把它畫好 中間的無聊感是有的 但是一直以來就是我對這件事情 都是抱持了非常大的熱忱 當然我覺得不管是學任何一樣東西 我覺得它天生也有 那後天的培養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當你熱愛一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真的就是去在這其中突破 或是你真的去更鑽嚴的話 其實可能有時候你對於你的喜歡 它只是一種想像而已 在學習繪畫的過程當中 經歷的一些轉變其實是 一開始你在做畫 就像我剛剛在講的時候 剛剛在講的事情嘛 就是一開始你在學習這樣東西 這樣技能的時候 你可能會經歷中間的一段時期是 你必須要把這個技法 沒才都熟悉都練好 對那這過程當中當然會是一直苦練的狀態 對只要你夠喜歡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中間的心境上面的轉變是 當我慢慢慢慢的就是在學習這樣東西的時候 一開始是由我自己的自我意識 想要去控制這些媒材顏料啊 然後畫筆畫布等等的 我想要去控制它 但是慢慢當你這些技巧啊都熟透了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是繪畫 它其實是在給你非常多的反饋 不論是可能你現在的情緒 它會反映在你的畫布上面 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它會帶給你非常多 你可能沒有辦法想像的到的反饋 但是這個會是在你把技法苦練完之後 才顯現的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一點其實也非常非常適合 完全沒有任何繪畫技巧的人 因為呢 他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是完全沒有技巧 所以他們反映出來的狀態 跟他們潛意識的想法是最真實的 而且也是最能夠直接打開他們的覺知的 我17歲的時候高二 那個時候我就非常的想要開畫室 那當時的我只是單純的覺得說 畫畫這件事情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未來想要開畫室 可是漸漸漸漸的當我把技法學好之後 就像我剛才說的 畫畫這件事情帶給我太大的力量了 就是包含著讓我的心情啊 然後情緒 然後還有甚至是就是打開我各種的覺知 然後跟洞察力之後 我就發現說 其實一般在外面的可能路人甲好了 他可能是不是讀這個科系的 那他想要透過繪畫被療癒 可能是機會比較少 那我已經揮了這個技能 我不如就把這件事情放大出來 然後讓可能想要透過藝術被療癒的人呢 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那當我開始做了之後呢 我發現其實差異跟我想像中的沒有太多 然後甚至是我覺得 我覺得會畫就是開畫室這件事情 帶給我是有更大更大的反饋 是我在這個畫室裡面 我得到的東西是超乎我的想像的 好比說我可能開了一間畫室 但是我主要的話是在做療癒這件事情 而我收集到的是 每一個每一個客人過來的時候 每一個學生來到這裡的時候 他是有很多的他自己的為什麼跟他的故事 對那這些故事收集了幾千篇之後 其實對我來說就是對我的人生經歷跟我的 就是演技來說是更開闊的 所以我覺得我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跟我原先想像的其實是比他更好的 為什麼頂樓會叫做頂樓 是因為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彈的吉他也是破破爛爛的 不太會彈 但是只要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可能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情緒沒有辦法馬上紓壓的時候 可能就會到我們家最頂樓的地方 就是大概二三十樓的地方 然後我就在那邊亂彈吉他 然後亂唱歌之類的 那因為我覺得那邊是離天空最近的地方 我相信宇宙會聽到我的聲音 所以那個時候的我就是決定說 我覺得這樣子好紓壓喔 所以我決定未來我的畫室要叫做頂樓 因為它是一個讓別人都可以覺得很紓壓的地方 當初會這樣子設定 就是我畫室的初衷是療癒別人這件事情 並不是因為我覺得現代國人的壓力很大 當然現在台灣就是大家大環境下 大家壓力都非常大 這是的確的事情 但是當初會有這個想法 其實是我對於我自己的感受 因為我在繪畫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我想要control這個畫布這一切 可是反過來我忽然覺得 欸我好像被他給控制了 因為他給我非常大的反饋 然後打開我的覺知 讓我更有創造力 然後讓我更有想像力 知道我的潛意識在幹嘛 於是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我想要把這件事情帶給 那一些可能沒有機會接觸繪畫的人 當一開始一個人創業的時候 其實真的蠻辛苦的 因為你必須要去想這份行業 他所需要的所有的妹妹格格 你都要去想得很清楚 那甚至是他可以跟什麼事情是有連結的啊 然後或什麼事情可以做 什麼事情不能做 這些都要想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覺得資金方面可能是我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可能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的家庭背景不是這麼的好 對那撇除資金這一塊 因為錢的事情就是你賺錢就有了嘛 那撇除資金的方面的話 我覺得我的畫室它最困難 是起初最困難的地方是理念這個東西 因為我的理念一直 我的初衷一直都不是教畫畫 我沒有想要做一個普通的畫室 就是我沒有想要普通的教學生技能啊等等的 而是我想要透過就是簡單的方式 然後讓學生怎麼樣可以把他想畫的東西畫出來之外呢 他能夠感受到跟我一樣就是被繪畫療癒這件事情 那起初的時候我在做這個構思的時候 我一直想到說我應該要怎麼樣去教學生 不會讓他覺得繪畫是一件乏味的事情 那在這之外呢他可能就是一樣可以感受到這個感覺 我覺得這是一開始我面對創業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美的事物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可以增加他的幸福感 那對於治療這件事情其實有分兩種 第一種的話他是真的就是純粹的透過他可能揮灑過程當中 不論是他的動態或是他的心情上的宣洩 這對他來說都是一個治療 那第二種的話呢就像我剛才說的 他如果把一個東西畫好 那這東西美美的他對他來講他的心情會是 就是會是好的然後會是快樂的 其實這兩種治療都是最純粹的 就是在藝術這一塊對 其實不管是理科工科還是藝術的相關的科系的人 我覺得在於的只是他們的情感有沒有被釋放出來 但其實有一些人他可能本身情感就是比較容易被釋放 那他在做藝術這個相關科系的時候 他可能就覺得說 我就是非常樂在其中 那我不會覺得說可能讀工科的或是可能讀一些理科的 他們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而是他們可以透過這件事情把他們的情緒釋放出來 甚至是他們會發現 其實他原來蠻喜歡去做這件事情的 我認為所有的藝術都是無價的 那至於任何的東西他可能被一群人一大堆人喜歡或是否定 那我覺得這個有關於社會的價值觀 以及我覺得這個可能是群眾的力量 因為現在媒體非常的發達嘛 甚至到了有一點猖恐的地步嘛 那炒作的東西其實很容易 今天把一個東西炒作起來大家喜歡他 或是把一個東西炒作起來大家對他有共鳴有負評 我覺得這都是很正常的 但我覺得藝術他的本質是純粹 如果你今天這個商這個東西不要說他商品好了 這個東西他創造出來的時候是你擁有你自己很純粹的理念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他就是無價的 我自己的想法其實是我覺得東西一定要均衡 所有不管是你做設計然後你做繪畫 這個東西他的整個看過去的畫面是不是均衡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他整體來講是非常失衡的 你走過去很不舒服的話 那他可能就不是一個美的東西 對那當然我們說有一些比較獨特的創作 可能是雕塑藝術啊 然後或者是可能是一些可能裝置藝術這些的 他可能就不在於美這件事情 他也許是在於說他這個創作有沒有是他的靈魂存在 那如果是你單就一個設計來講 或是一個畫一部畫作來講的話 那我認為的美是很強調均衡感 我覺得跟坊間就是很多的畫畫室的差別在於就是 因為我這裡其實是堅持小班制的 就是我最多最多就是收到七個學生 就不會再多 那當然空間也有限嘛 就是只能小班制 可是我最初的找這樣子的空間 就是為了我想要秉持著一個原則是 就是我要做到療癒跟心靈這件事情 那我曾經也有在很大的企業就是教過畫畫 那在這種三四十個人一次一起同時畫畫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第一點是我覺得品質不如我的預期 那再來第二點是我覺得每一個學生他們好像不太知道自己在幹嘛 就是可能他們maybe有紓壓到吧 可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現在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 那很快的三個小時四個小時時間就過了 那在我這邊的話我是覺得說 我希望每一位學生他除了可以畫好自己喜歡的作品 畫到開心為止之餘呢 他可以透過這件事情然後放鬆他的心靈 而不是有時間的限制啊 或是有一些可能技法的專研等等的 我希望每一個學生來到這裡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畫室 這頂樓工作室他裡面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故事性的 只有我自己個人的理念 那慢慢慢慢因為經營到現在也已經兩年了嘛 那在這個畫室裡面他其實是充滿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的 那我看著學生他們來 有些人他們可能是一邊畫一邊大笑一邊畫一邊大哭的都有 因為可能他們maybe他們的寵物過世啊或什麼之類的 他們每一個人有他們的為什麼 但是收集到現在其實金融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是可以讓後續每一個來的學生都能夠擁有共鳴的 然後以及我覺得很多的學生他來 我希望他不是只有繪畫這件事情而已 而是他透過繪畫他更了解自己 那他透過繪畫的話他更了解自己的潛意識到底在想什麼 以及他自己真正內心想要抒發表達的東西是什麼 這是我想要讓他們帶走的東西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有一個學生 我也有一位學生 那他的年紀呢可能就是已經到中年 就是對媽媽等級的 對然後呢他曾經是一位就是還蠻成功的企業家 對然後現在已經退休了 當初他在來頂樓的時候呢他在樓下徘徊了很久 因為他覺得看起來就是一個破破的小公寓 那他不確定他上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覺得非常的害怕然後非常的緊張 然後但是呢他來過一次之後他就徹底愛上畫畫了 因為他就是在畫室裡面其實 一大片窗戶對他來講是一個很療癒的空間 那他在作畫過程當中就是我覺得印象最深刻 是因為他跟我之間對我們來說 這堂課都不只是一堂水彩課而已 因為他會講他的人生哲理給我聽 那我可以帶領他就是透過繪畫做療癒這件事情 然後對我們來說可能這都不是一堂單純的水彩課 那這對我來說的話也是我在創意頂樓的初衷 那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然後還有比如說像是有一些學生 比較心靈層面的有一些學生他們可能失戀了 他們可能來第一次的時候你可能感覺他的狀態真的 喔太糟了就是他真的就是天塌下來那種狀態 邊話邊哭啊什麼都有 那再過了幾次他來了之後發現他整個人是神清氣爽的 那也有學生會給我回饋說他真的就是好幾次透過就是每一次每一次的繪畫 那讓他的心靈就是從原本真的很糟糕 然後慢慢慢慢得到平靜之後 那現在他甚至從這個悲傷跟憂鬱當中走出來 對這些都是對我來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有一個學生那他罹患癌症 那他再來頂樓的時候就是他當然也會講他自己的病情啊等等的 那他有一天他話一話他就跟我說老師我下個禮拜 我這個下個月可能要請假一個月了 因為我要繼續去醫院做化療然後我要住院 那我覺得在頂樓這邊 畫畫對我來說他不只是一個可以教學生技法的東西 而是我覺得他可以陪伴每一個人走過他不論是情緒的高低起伏 人生的一些挫折等等的 都可以透過繪畫的這段期間去療癒他們 我覺得對我影響最深的一個人就是我高中的老師 對因為那個時候的他對我們非常非常的嚴厲 就是你一點點畫出去都不行 你一點點塗出去都不行 那我覺得在那樣子的高壓底下 當然當時的我可能會覺得說 常常都很刺啊 覺得說畫不好會不會老師就是生氣了啊 什麼樣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也因為有他那樣子的 給我們的一些高壓 讓我們就是在出社會之後 其實抗壓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也因為在那個情況之下 讓我更明白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我並沒有被那些壓力給擊垮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謝我們老師 而且我還有回去學校找他 但他現在變超溫柔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學畫畫會餓死啊 然後或是學設計啊賺不到錢啊 然後薪資很低啊 做沒編喔什麼的 可是其實當然我覺得每一樣各行各業 他都是有非常大非常廣泛的出入的 就是你可以去想的事情是 今天你單做這件事情 你不會說一畢業我們就是埋頭苦話嘛 其他事情我都不幹了 我都不做了 而是說今天我可以把我會的東西 跟什麼樣的行業去做結合 因為其實當你在跨領域跟其他行業做結合的時候 也許欸他就蹦出新的一個不一樣的 可能一種新的行業啊 或是甚至他有新的契機發生 甚至是他可能可以蹦出一個新的領域也說不定 所以我覺得學任何事情都不會是局限在同一個框框裡面 我覺得頂樓未來的走向應該是 他當然也可以跟很多的藝術的機構合作 或是跟很多的藝業結盟 那我覺得他更主要的走向 因為我不會想要做雲端的服務 就是我沒有想要走雲端的一個教學 原因是因為我認為藝術的療癒這件事情 是人跟人很直接的 靈魂跟靈魂之間的一個交流 對如果透過線上的話我可能沒有把握 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 但是未來的走向的話 我希望是我可以帶著這樣的理念 那可能去跟很多公益的團體去合作 因為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比較偏向公益類型的 現在之所以頂樓存在是因為他注點在一個區域 但是對我來說我真正的理念是想要發揚到這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所以在十年二十年之後 也許這間工作是他已經不存在了 但是我這個人我會到各個地方去繼續做我想做的事情 一樣是用藝術帶給人就是療癒也好 或是帶給人快樂也好 幸福感也好 對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的初衷 那至於頂樓呢他可能會是一個品牌或是形象 那他會到各個地方去為大家做這件事情 如果說現在我遇到以前很辛苦的那個我的時候 我想跟他說的應該是 你一定要記得你的初衷 因為你的初衷未來會在這個世界上幫助到很多人 這是我想跟他說的話 一路上其實都會覺得非常的辛苦 那不管是你的口袋深不深 你想要創業的資金夠不夠 那還有你自己本身的一些技能這些都好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對這件事情有沒有熱忱 因為在你對一件事情有熱忱的時候 你必須要知道的是你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不管他的結果是好還是不好 還是有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子 那中間的過程都是最寶貴的 現況很不如意的時候 你當然是會想著要放棄 但是你必須要去想像未來的你是長什麼樣子 未來的你是把自己活成什麼樣子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目標的話 你很難就是往那個地方前進 你可能就會走歪了 或是可能就會打退堂鼓了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很明確 你知道你未來會長什麼樣子 知道你未來會是什麼樣子的人 那你一定就會往那個地方去 而且你一定就會做到 一定也會有想要放棄的時候 可是當你一直想著 這件事情離你越來越近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記得我每一天早上醒來 我想就是我要開畫室 因為像我以前在教課的時候 不是在還沒自己開畫室 然後我在教課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畫室教課 一個小時的時薪是200塊 200塊其實聽起來 等一下我修正一下我說錯了 不是200塊 是一堂課是200塊 那一堂課教六個學生 然後一堂課大概兩個半小時然後200塊 然後那個時候我覺得我的薪水很少 對 但是我每一天想著的事情是 我如果做這件事情 可以讓我更靠近我的理想 那我願意去全力一步的做 那我覺得這中間都會有很多 很痛苦很焦慮的時候 跟自己懷疑人生的時候都會有 可是我覺得慢慢慢慢的 你會發現你一路走過來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所以不要放棄 畫畫這條路沒有很困難 困難的是你不喜歡它了 所以秉持著你自己對它的喜歡 那你就可以一直畫下去